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上周美国原油库存的收紧是出乎市场意料的 主要是由于其进口量的减少 这意味着在接下来的几周内 美国原油库存会出现适当幅度的下跌 Peter预计价格会持续维持在50美金到60美金每桶之间 在近期油价仍有回旋的余地 价格会逐步攀升至60美金每桶的位置 但利市场担心的是欧佩克的前产力度 但从8月份看欧佩克的日产量就增加了20万桶 每天达到了2999万桶 这对一直励志于来用减产来维持原油价格的欧佩克组织来说 是一个不小的打击 根据船只跟踪数据统计 可以发现尼日利亚和沙特是导致欧佩克8月 原油产量增加的主要贡献国 此外伊朗的石油日产量在40到50万桶之间 这也高于了分析师预计的40万桶左右 虽然美国对伊朗的制裁减少了伊朗石油出口的80% 但是伊朗石油产品每月有近5亿美元的销售营收 这应该来说是非常强劲了 所以说美国的制裁几乎没有影响到伊朗的石油产品的出口 我们再来看一下俄罗斯 俄罗斯作为欧佩克家的成员国之一 它在8月份的产量也是不减反增 俄罗斯8月石油日产量为1129.4万桶 比欧佩克协议规定日的上限多出了10.4万桶 俄罗斯能源部长表示 9月份将达成100%的减产执行率 但是8月份的产量上升对他们来说只是一个意外 但市场并不完全采信这一承诺 首先俄罗斯资2019年初就一直无法达到 欧佩克家减产协议规定的减产水平 再加上在德鲁日巴管道污染事件导致的供应中断危机 为了弥补俄罗斯酒